男人因为经常吃生东西 一条活生生的虫子 直接从身体里钻了出来 拽出来一看 竟长达200公分 就在几分钟前 救援队接到求救电话 男人声称 肚子里有怪物在蠕动 队员们火速赶到现场 男人十分虚弱地捂着肚子 习求着队员们赶紧把他带到医院 再迟一步 自己可能会死掉 可是他的室友却不以为然 觉得男人只是吃多了 就是普通的胃痛而已 队员们赶紧拿出听诊器 可是刚碰到男人的肚子上 男人的肚子仿佛就要炸了一样 队员们赶紧把男人送到医院 刚走到一半 男人就疼得受不了了 并说着自己的腿上有虫子在蠕动 队员们起初还以为是输液管 没想到 男人一个翻身 一条活生生的虫子 直接钻了出来 众人被吓得一击愣 男人祈求着队员 赶紧把虫子拽出来 可是太冷心了 实在没法看 好在有个队员觉得很刺激 慢慢地将这根长长的面条 实在太长了 袋子都快要装不下了